XL入门与应用之枢纽分析与资料试据化141门非常实用的XL技能培训课程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数据分析已经成为了每个商业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XL则是数据分析的利器之一 它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洞悉数据的奥秘 并生成各种图表和报告来展示数据的变化和趋势 在本课程中 您将学习如何使用XL进行更年销售额的分析 轻松一眼就能看出业绩成长情况 祝您及时调整策略以改善业绩 同时您还将学会如何利用同期比较来对比 近岸联制产品销售额和退货的统计 使您能够清楚地掌握商品的热销情况及客户的退货反馈 此外 我们还将引导您将数据视觉化 制作销售额和退货而散布图 快速发现各产品间的相关性和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极短的时间内 您将能够掌握强大的分析工具 进一步为您的商业决策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 总之XL入门与应用枝数纽分析与资料视觉化一课程 将帮助您轻松地运用XL技能 更好的分析数据 洞悉数据背后的奥秘 从而更好的支持您的商业决策 快来报名参加这门实用的课程吧 提升您的数据分析技能 使您在商业世界中更加从容和自信 我们拿到销售这张资料表 你要分析什么 我一定会先做的第一张就是各年销售额的高低的分析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第一张图 各年销售额分析 那既然是各年销售额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用插入 请跟着一起做 大概六七个步骤就做完 插入枢纽分析表 接下来这边只是说 你现在游标是落在销售这张资料 麻烦请点插入枢纽分析表 请点选这个地方建立枢纽分析表 它已经是一个精明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现在会将刚刚游标所在的 那个整个表格当作是它分析的范围 所以它在这边预设 这个预设是你游标在哪张资料表格里面 它就自动帮你扩大去选好 所以它现在要分析的对象就是销售 这个表格 你选确定我要算什么 我是不是想要算各年销售额 结果各年的话 所以年时间 我要告诉你 我所有我的分析时间 它都是水平种 也就是纵横历史 纵横时间的演变 也就是时间序列分析 这样理解吗 所有我的分析都是在谈这件事 好 时间序列分析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销售额应该是怎么样 越来越高 这就是这家公司存在的意义啊 如果销售额越来越低 那它是不是就准备要关门 对吧 好了 请点选右边 麻烦点选棉 当你勾选棉的时候 它就直接跑到直去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棉 它应该是文字还是数值 棉应该是文字 它不是数值 没有数值才可以加在一起啊 请问你2013加2014年加2015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没有意思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请把这一个 请把这个 其实这也是因为没有做资料清理 这个年应该改成是文字才对 好了 这也是用以色尔不好的地方 来直接把这个值搬过来到列 所以是不是就看到2013到2020 再接下来麻烦请勾销售额 如果销售额又直接放到列这边 请把销售额搬到值 你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它在算技术吗 因为它是文字 这也是以色尔不好的地方 因为万一你不知道它是文字 好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文字改成数值 它才会文字 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这个计算的方式从技术改成加总 所以怎么改 滑鼠右键请点它 值栏位设定 请选到这里面随便任何一格 值栏位设定 请改成加总 请改成加总的计算方式 确定 高速右键做好了吗 接下来值栏位设定 请点它 值栏位设定 请点它 再来加总 直接改成计算方式 所以我要用加总 确定 好 这些值 这些值 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呈现 来 请选到它 我们请用常用 常用底下 偏分位符号 小数位拿掉 怎么画出这张图 就很简单 在这边 樞纽分析表工具分析 请将游标落在这个里面 任何一格都可以 来樞纽分 好了吗 第一件事情 请将游标落在这里面 任何一格 第二 樞纽分析表工具 分析底下的 樞纽分析图 请点它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希望说 我们还是用它预设的 直条图呈现好了 因为这张图最容易去表达 接下来我会希望你们 我会希望你们 请用 设计 设计里面的某一种呈现 例如说 假设我选择这一种 或这一种 可以吗 假设我就使用这一种 来呈现 你不要一下换白色的底色 一下换灰色的底色 一下又换绿色的底色 一下又换成什么其他颜色的底色 不要换来换去 可以吗 统一 好 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个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错误 请问这张图这是长条图 长条图有些人会刻意的加上趋势线 我会有基本的要求 这个不能只放合计 这个不能放合计 你应该要放的是什么 我刚刚是不是说我们要画是个年什么 销售额对不对 这几个词是不是应该都要出来 年跟销售额是不是都要出来 也许是直条图对不对 二年销售额直条图 可以理解吗 但是其实我们在论文的 我们在做论文的图的时候 几乎都不放那个标题 因为我们是额外再做上去的 好 这只是觉得他放合计这边是不太合适的 好 那就行轮稍微做一下修改 那至于说其他的美观 我倒觉得没有一致线来的重要 好了 请问第一个资料分析 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它是不是逐年成长这件事 逐年增加这条趋势线 可以吗 我想应该记得住吧 来工作表 请你们就去做各年销售额 接下来麻烦请点回来销售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都会做一件事情 近两年的同期比较 你不管做什么 他一定都会请你比较一下 这两年到底谁在增加 谁在减少 决定来说好了 交通事故的关系这两年 那有人就会比说是单车自行车 还有机车摩托车 还有汽车及其他的交通意外事故的比比看嘛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做销售额各指产品要同期比较 可以吗 有听懂为什么要做这张图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做看 首先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请回到销售的这张资料表 好麻烦请点选插入底下的枢纽分析表 当然我们还是点销售按确定 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要做各运两年的指产品销售额分析 所以我的我的指产品它不具有连续性 因为我的X轴是指产品嘛 所以不可以画趋势线 下来就是你要先想到说X轴是指产品哦 我的横轴就是我的蓝蓝位是棉 所以你的X轴是什么 是我的指产品 那上面上面的地方放的是棉 中间的直放的是什么 放的是销售额 好我们现在就勾选这三个 第一个麻烦请先勾指类别 它会先放到列这个地方 列就是我的X轴 再接下来要放棉 我这边要放棉 请问我这个棉要放什么 是不是直接放这个棉 那因为它是竖直 所以请把它用拖曳的方式搬到盘的地方 接下来再请勾选销售额 销售额要放到直这里面 所以请把销售额打 请把销售额拖曳到直这边 请把销售额拖曳到直这边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直 从原本是计算数量 改成什么 改成加轴 一样跟刚刚做法一样 来麻烦请滑鼠右键点选 点选任何一格 接下来请选择直栏位设定 直栏位设定里面请选加总 这是计算的栏位的方式为加总 确定 一样我只有这些直 我会特别的做这个格式设定 常用底下天分位符号以及减少小数位数 许整树 我们先选设计好了 设计 来请点这个枢纽分析表设计 请问一下 这里不是有很多种吗 对不对 去挑一种 例如说蓝色好了 请问一下哦 这么多蓝 你觉得假设你把它放在简报上面 你的老板会怎么去报告给别人听 而且重点在哪里不晓得嘛 对不对 所以我比较倾向建议 只留两蓝 只留两个 也就是最后这两年 你现在在2023年 我去报2013 2014 其实没有很大意义 好 所以在这边请要学会筛选 请问一下 你觉得是用这边的筛选吗 用了这边的筛选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呢 请问 假设我现在变成2021年的资料未进去了 你知道它会出现什么情形吗 还是会出现2019跟2020 可是你希望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应该要自动变成2020跟2021的比较 对不对 有听懂吗 所以这个时候不可以用这种筛选方式 有没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因为你到时候你要去看你的资料 假设你把资料去 例如说在喂给它新年度的资料的时候 它这边都要跟着自动改变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这边你还要再手动来去改 你会不会一定会忘记了 所以呢 不可以用刚刚这个方式做筛选 来请把它筛选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到 当我有新的资料未进去 它变成2020跟2021 有没有什么方式在这里面 有 它叫这个前10项 来麻烦请点这个蓝标签的筛选 接下来再点10筛选前10项 麻烦请把这个10改成2 请问是最新还是最旧 最前还是最后 好是最前确定 来麻烦请点到这个枢纽分析表的任何一格 接下来请点 珠纽分析表工具分析里面的 的什么 珠纽分析图 确定 请注意 这是我教过的学生 我会要求请点设计里面 刚刚第四种 以后都用第四种 就是你这一张用的是第四种 我这一张也用第四种 这张资料表的标题 图表标题麻烦请 请勾选好不好 加图表标题 所以什么同期比较 纸类别产品同期比较 接下来呢 这工作表名称也是同期比较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做了这个 纸类别同期比较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请问你想一想 我们应该还要在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把 销售额与什么 销售额与退款去做比较 因为我这里面 当然你已经做了销售额 请问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 退货额的一个比较 好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做一张 退货额的同期比较 所以其实回到这张销售 回到这张销售资料表 接下来去做 插入销售分析表 一样 高售 高货 确定 接下来呢 一样我是 纸产品 纸产品 纸类别 请放到 列 绵 请放到 蓝 高售额 请放到 直 直 而且接下来 请把这个直 改成直 蓝位设计为 压总 确定 这些动作不都跟刚刚这边 同期比较一样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个人 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子 请把它删掉 好 请把同期比较 这张同期比较 布置 布置 工作表 也就是 也就是 这张同期比较 这张同期比较 建立副本 可以吗 确定 产生一模一样的两张资料表 换什么地方 就换这个 这个 值 什么 高售额 把它 先删掉 我要把 退货款 删进来 到 值这边 退货款 接下来 一样 请把这里面的 值 设定的方式 改成 加总 确定 这样不是很快 我们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请把这边的 蓝标签 重新设定 重新设定 设定 设定为什么 我只要进两年的比较 所以在这边 值筛选 值筛选 对前面 两项 确定 所以这张是 是退货款 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是销售额 同期比较 那我们也来画一张 同时有什么 同时有销售额 同时有销售额 销售额 跟那个叫做 退货款的一个 散步图比较 所以 这张散步图 这张散步图 我们来去看的是 销售额增加的时候 是否退货 就会增加 看看说 能不能看到 这样子的趋势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怎么做这张图 插入 苏扭分析表 来麻烦请回到这个销售 开始做插入 苏扭分析表 确定 现在这张散步图 我要两个数值 第一个数值是销售额 第二个数值是退货款 所以我一样是维持 各年 各年当作是我的直标签 就是八个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选年 但是这个年 应该是要是我的列标签 列标签 接下来我的值有两个 第一个是销售 销售额在这个地方 先把这个值改成 改成这种加总的方式呈现 再接下来 我还要有一个什么 退货的货款的值 一样也把它改成加总 好 那当然原则上 我们先把这些数值的格式设定好 就是常用底下的这个单位一撇 金钱符号 减少小数位数 好我们来针对这样子的内容去做散步图 最简单做图的方法 最简单做图的方法 当然就是试着用枢纽分析表预设的枢纽分析图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其实这些图带不出来散步图 这个也是以色列比较特殊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散步图 所以我们重新选这样子的内容 重新选这样子的内容 可以做插入散步图 这个散步图 他说有的图表类型 无法与其他图形合并 请选择其他的图表类型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边他画不出来这个散步图 有的图表类型 我刚刚说的那部图 他说与其他图表类型合并 也就是说 他认为我们这样子的内容 他要画出很多种合并的图表 但他画不出来 简单说就是画不出来 那画不出来怎么办 所以呢 我会选到这个内容 复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选择性贴上 我会把它贴到别的地方 我只贴直 这个时候我再选 我再选这个 具有XY散步图 或泡泡图的散步图 好一样 首先我刚刚是选第四个嘛 对第四个 就是这个图里面的第四个 接下来呢 我还是希望加一个趋势线